Hello 所有同学们 这个影片一定要看完非常非常重要 我们专门找数据专家帮我们2023年的所有的SPM 包括你的Trial 历年来做一个分析 所以这是我们Alan Edutainment 第一次突出的超级升级版的读书的方向指南 不会死 这是我们今天要讲的内容 好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数据来源 这个数据来源的重要性在于分析所有的数据 还有每一个数据都是至关重要的 现在只说明 这里只是大概分析 不一定准确 所以这里有写到很清楚 我们是用2023年的试卷来自10个州数量 这个联邦指下去 还有两份教育局的Partial 还有一个教育局建议的Module 来做精密的分析的 当然这里先讲明 这个是读书的方向 不是Tips 也不是偷题 我们没有偷题 老师也不鼓励 大家用不合法的方法来学习 OK 我们先来讲的州数分析 我们总共有10个州数 总共占了71.1% 然后两个州区总共7.77% 然后还有两个教育局占了13.9% 还有一个教育局很建议的Module 总共7.22% OK 好 那这里总共有1468个题目来分析 然后我们会根据GTAS1跟GTAS2 进行精密的分析 然后无论是Bertrubaan Parsier等等的 我们都会拿来用 我们也有采用真正的SPM题目 2022年到2023年 这里有一个trend 我要跟大家讲的 我们发现到教育局没有讲过这句话就是说 去年出货 今年复归出 而且最新的这个考试 我们就发现到教育局每一次都是跟着trend走 就是今年的trend在哪里 大家就跟着trend走 而且我们的团队也发现 原来每一个州数有它的指标的 这个是最神奇的 首先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不同年份分析的这个题目是很不一样的 所以我们在2023年这份报告 只注重在2023年 我要讲好啊 你不要2024年2025年跟我讲 我们来看一下 Top25的这个题目的分析报告 我们来看一下这里 OK 首先第一个来 各位 你不要杀掉 很多老师在紧张跟你说 Berang Dunia Pratamel 跟Berang Dunia Keduo会出 可是根据我们全马来西亚 1400多条的数据告诉我们 没有 学校不喜欢出国外的东西 学校喜欢出国内的东西 在我们的trend的第一条 如果你不懂 PTM 1948年发生什么事 你就完蛋了 为什么 因为在这么多条里面 总共有21个 我们讲GTAS A 是讲关于到PTM 1948的 然后呢有这个高达多少 33个题目啊 GTAS B 都是在讲PTM的 那另外一个第二个trend 是Germadega 1957年 所以那trend告诉我们呢 马来西亚很focus 爱国这件事情 你要知道我们国家 从哪里来从哪里去 第三个呢就是 DPM 那DEB哦 之前有出过 它今年没有太focus 可是很多的学校 你看啊 有28个题目啊 在我们的Berang Dunia 都有出关于到DPM的 无论是各州都在focus 所以这是我们的 Top 3啊 还有剩下的啦 像KMN的 Kesutana Merayu Meraka 很多人讲 这个是FORM 2出过的 还是会出啊 还有我们的 Berabagan Peskutuan Yatiputuan Algon System Ali 这个是我们Top 25的 GTAS 1加GTAS 2 基本上你有这个trend 就够了 你可以拜拜了 那剩下呢是更加厉害的这个东西呢 我们就是 针对GTAS 1 它最长处的Top 10个的题目在哪里啊 这里呢 我们也是有把它展现出来 OK 下面这里啊 我们是一个一个一个trend去分析 告诉你 哪一个是最多 哪一个是最少 现在我们直接打开呢 来看一下 我们GTAS 1 你最需要懂的10个东西 第一个 又是KMN 马六角王朝的法律 你记不记得 马六角王朝的四大天王 你知不知道 马六角王朝它怎样去运作的 你懂不懂 如果你不懂 马上去读 因为SPF会要出 OK 然后我们的同样的各位同学 PTM1948 无论是GTAS 1 GTAS 2 它都是很重要的 你还不要读吗 还有我们的 Party Communists Malaya 共产主义东西 老师告诉你的 两个人民 然后两个主义 还有等等的这些东西 还不要去背吗 这很重要 我们的Masalist Bondaman Beskutuan 关于到国家的法律的 PBB PBB啊 分析也是蛮高的 在我们的GTAS 1 Germertekan Malaya Union Gedalatam Opulabagan Beskutuan 还有System Ali 好 那接下来呢 很多同学就讲 老师 我对GTAS 1 没有兴趣 因为GTAS 1的分数很小 有都没有都没有差 来各位 Alan老师很用心 我们团队呢 也整理了我们的Trends 25 专门focus 更大多 OK 好 Top 20的 25的Trends 在下面也是有啦 从最多到最少的 我知道你们没有兴趣想要知道这样多 所以我直接跟你讲呢 我们的13个比较著名的啦 OK 首先第一个啊 在今年2023年拿来耳朵听好啊 PTM 1948年超级爆炸重要 我已经讲了100万次了 无论是objective structure 再加GTAS 1GTAS 2 种子整个Malaysia 在Amp着PTM 1948再出 如果你不知道 你完蛋 第二个呢 在我们的GTAS读的 既然是 再来这个叫DPM啦 DEB的下一把 DPM的一些重点要读 然后再来就是 PLAVAGAN PERSKUTUAN 就是国家的宪法 哦 还有这个PLAVAGAN 怎样做出来啊 SYSTEM ALI 在我们国家还没有成立政府之前 SYSTEM ALI是 MALATTE训练他们的 这个东西你要知道 GOMBETEGAN 1957年 GEDAL LATAN MRR MARZINIST RAJERRAJER COMMUNIST也是在榜上面的 DEMOCRACY PERVALIMENT JAWATAN GUASA ANTARO GA UNRU PONGAN 这个是我们的CLC的这个部分 好 那前面已经把整个重担给大家了嘛 同样你可以退出 退出 因为后面的更精彩 来我们接下去往下面看的 这是PLAVAGAN的所有的趋势啦 我们这是针对PLAVAGAN的呼声来做分析的 所以我会发现呢 它的东西大同小异 所以Alan老师就不讲啦 我们的红色这个是KETAS1 蓝色这个叫KETAS2啦 一样的榜上有名的是 PSKUTAN DANAMALAYO MERDECA DPM 所以你会发现 10多个周数都在Focus同一个东西 接下来呢 这个东西啦 纯粹就是SHOW THAT 我们是怎样做工的啦 那这里呢 我们也有分析出来呢 所有啦 教育局哦 今年SPORT的一些Question的方向 也是在这里的 同样的哈 我们MING THE TAS2啦 我们的DPM的呼声非常的高 DEMOCRACY BERBALIMENT CLC 你会发现 无论是州政府 国政府 国家教育局 都在同样的东西 这个是最恐怖的 好 那我们再记下去呢 往下走的呢 就是到AI预测啦 那我自己觉得呢 AI预测的标准度不高啦 因为我觉得我们才靠了两年 那AI的学习度呢 有待加强啦 那AI这里呢 总共的准确度只有57% 我个人觉得不高啦 那我们呢 灌入AI思考里面呢 我们灌了1,172题 让它学习的 然后呢 我们也选出5题呢 概率最高会出的东西啦 这里我就直接放图片了 有需要你们就自行暂停来看 OK好 来我们接下来呢 要来讲考试读的全部重点啦 如果你很累的话 你就看上面的trend就好 因为trend都整理出来了 这里是每一个周数 你需要知道的字 这个是专门给所有学习 给所有同学们学习的啦 我们的安拉老师的团队呢 每一年都会尽量去做这个数据的分析 让大家在读书方面有更加明确的方向 节省时间 节省思源 让你更加舒服 那这里也祝福所有的同学们 在我们的SPM拿到好成绩 那重新声明 这一个只是读书的方向 而不是偷题 那在这里 Ella老师就祝大家学一本进拿到好成绩 然后记得考到好成绩之后来找我 去我的IG PM一下我 然后老师给你爱情爱情爱情 谢谢所有的同学们 我们下期见 拜拜